作詞 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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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看不見終點離我有多遠 聽見那心伸出 夢深處放棄的意念掩蓋不住 離不從心的無處 誰能帶我走出 走出這未知的道路 耶穌你闖進我內心 就像光荒破黑暗 更新我的生命 舉雙手 降伏我全所有 你慈愛皆已我 逃入地懷中 我一生 盡抓住不放手 你心事永不變到永遠 看不見終點離我有多遠 聽見那心伸出 夢深處放棄的意念掩蓋不住 離不從心的無處 誰能帶我走出 走出這未知的道路 走出這未知的道路 耶穌你闖進我內心 就像光荒破黑暗 更新我的生命 举双手 相抚却所有 你慈爱且引我 投入地怀中 我一生 尽抓住不放手 你心事永不变 到永远 举双手 相抚我却所有 你慈爱且引我 投入地怀中 我一生 尽抓住不放手 你心事永不变 到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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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事永不变 你心事永不变 到永远 我一生 尽抓住不放手 你心事永不变 到永远 你心事永不变 到永远 都永远 神的引导 神的引导 我们每一个人 都像是上帝的孩子一样 在圣经中 神的话告诉我们 神是我们坚固的宝藏 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 神又说 他要使我们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们走异路 这个话是说 神每一天都要带领 他亲爱的孩子 走在那对的 那正确的道路里 所以诗人这样祷告 诗人说 神啊 神啊求你以你的真理 引导我 教训我 因为你是救我的神 我终日等候你 是当你不晓得 应该向左向右的时候 来等候神 说的是来祷告神 来寻求神 神说他会引导你 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上帝的引导 当然你有任何的困难 神都愿意引导你 可是我发现 神最喜欢引导我们 就是在我们最困难 当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 我们的前途 婚姻又该怎么办 当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 神喜欢带领我们 走在对的道路中 走在他的心意里 曾经有一个富人 他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不良 就突然倒闭 他每一天都担心 下一顿饭在哪里 他过着悲惨失望的生活 以前 他的生意很成功 赚很多钱 凡事很顺利 所以他对信仰 对上帝 他没有兴趣 他也不关心 一直等到这一天 他的事业失败 他一切所拥有的 都消失的时候 他反而带着孩子 来到教堂 他开始更多的祷告 来寻求神 他告诉神 神啊 请你赐给我们智慧 保守我们的家庭 赐给我们平安 就是这样 他每一天祷告 每一天祷告 过了三个月 有一天 他听见神跟他说 你去做宅配的生意 去做宅配的服务 他就问神说 神啊 我要做什么东西的宅配服务呢 神就跟他说 你去做花的宅配 所以那天 他就把熟睡中的丈夫 给叫醒 他跟丈夫说 你赶快起来 上帝叫我们去做宅配的生意 是关于花的生意 丈夫就问他说 可是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钱 怎么做生意呢 可是他的妻子回答 丈夫 不是这样的 神既然说了 我们就去做 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所以这个太太很积极的 她准备了一盒名片 还有电话 她就开始经营花的宅配服务 她在做生意的时候 她就继续的跟神祷告 求神帮助 神啊你知道客户在哪里 就这样每一天 开始涌进各种订购的电话 她的营业额就渐渐的增加 她继续的祷告 继续的求神给她智慧 就在祷告中 有一天神把一个对灵堂 摆设的花朵 这样的兴趣放在她里面 所以她就开始做 关于灵堂的设计摆设 这样的一个花的设计 在灵堂里面 后来她成为连锁仗仪社的社长 她光是在韩国的首尔 她就拥有11间店 在其他的地方 她也设了43间分店 是 让我们这样来信靠神 也许你觉得你都没有出路了 可是不要忘记 人的尽头 是神恩典的起头 神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神知道你最适合的是什么 神会带领你来祷告神 神要对你的心说话 神一定要帮助你 就像神帮助这一位妇人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